哈囉,大家好,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歐,歡迎收看深入淺出 相信各位在玩模型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會想要幫自己的模型進行一些上色動作 那上色呢,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方式 一種是我們先前有提到過的,就是透過空壓機跟噴筆去進行的噴圖 而另外一種呢,就是直接用筆刷沾取顏料來進行的筆圖 以噴圖來講呢,它的器械的門檻,就包括空壓機跟噴筆 它的門檻跟單價都是比較高的 而筆圖一般來講,我們會認為它的技術成分比較高 那今天呢,我們要挑戰的就是筆圖 為什麼要介紹筆圖呢? 因為對於大部分的想入門的玩家來說,筆圖的器材還是比較容易入手 那它對於環境的考量也沒有那麼高 比較不需要說需要配備一個什麼空壓機啊,什麼抽氣櫃啊,這樣的一個環境 就可以直接進行操作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說,到底筆圖這個技術呢,是不是真的比較困難 那它呈現出來的效果會是什麼樣子,我們能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會使用到的夥伴有哪些吧 我們這次會使用到的夥伴有筆刷 調色名,還有調漆棒 以及我們的溶劑 那當然也包含我們的色漆 最後是我們需要用來上色的一件模型啦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直接操作看看喔 那我這邊用到的是白色的,就蓋牙的消機漆 一般來講,筆圖應該會比較建議使用防漆或者是水性漆 因為它們的延展性會比較好 不過呢因為蓋牙它有出了一款這個 它是筆圖專用的溶劑,它這邊有寫筆圖專用 所以它這個漆星就是for這種消機器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說這個筆圖專用溶劑配合我們的消機器 使用起來到底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喔 那在這邊再提醒各位喔 就雖然是用筆圖的方式,通風還是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所以請在有窗戶的地方進行這種 不管是任何有機溶劑的操作 包含調漆啊筆圖等等的 接下來我們要對我們的要使用到的奇境的稀釋 人家建議說筆圖的畫比例用1比1左右 1比1到1比1.5 因為我也沒有很精準,所以就大概大概囉 一滴加一滴嗎 再一點點 其實這種條漆啊等等的那些比例 都是一個參考啊 不可能真的配到一模一樣 那我覺得一開始我們用 用一個比較大面積的零件來操作看看 既然大面積我就直接用大筆刷下去 筆圖一般來講呢我們會使用所謂的 十字法或是米字法 什麼是十字法呢 就是先橫的一次 那等待乾燥之後我們再直的一次 那這個十字法或米字法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 減少它筆觸的產生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來操作 我覺得 是啊 我可能有點調太稀了 好這樣就第一層 那筆圖呢它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你必須等到第一層完全乾燥之後呢 我們才能再去進行第二層第三層的疊加 那我們就繼續操作吧 好 好 在經過 反覆的上色之後呢 它會打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雖然我們可以從畫面上看到說 會有這種十字格紋 不過我認為這個就是它筆圖所留下的一個韻味喔 如果真的要塗得非常平整 我是認為就直接用噴筆就好了啦 那筆圖它就是會留下這種風格這種感覺 那在模型上表達起來 我會覺得它留下一種像是 真的人去手刷過油漆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這一件筆圖完成的一個 MAK它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個人是還蠻滿意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件作品上面呢 也有可能是我操作不當的原因啦 它留下了很多這種像是 油漆刷痕的這種痕跡 那相對於用噴圖來講呢 我認為這個效果會給作品增加一些滄桑的感覺 那這個是噴圖所達不到的一個效果 那這次呢關於這個筆圖的技術分享呢 到這邊差不多一個段落啦 總歸一句呢就是 筆圖跟噴圖他們可以各自達到一種不同的呈現效果 看你想要在你的模型上面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表達 那沒有什麼好或不好啊 他們兩種都很好 那看你想要怎麼去呈現就選用適合你的那個方法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並分享 想要接收到更多模型相關資訊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Facebook搜尋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隨時關注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近況 我是Daniel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現在那些工具一起開始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